要的話呢就可以加加 如果等一下我輸了怎麼辦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八成的 我有八成的 把握度應該會是會輸啦 好因為 因為 HING他對上的是老骨 所謂老骨是什麼 老骨的意思就是他至少訂閱了大概二十三十個月 30個月以上 30個月以上就叫做老骨 所以呢他是 在股東杯來講 老骨 他就是擁有極大的 這個優勢所以他是不用猜拳他直接 就是在後宮的位置 好那 找謝哥的話他應該是帶的是雜牌 那 MD 團長他是用E4U21 那這場比賽 隨機球場自由頻道 打九局 好來吧 看誰會挺進八強 開到球場是在 喔 巨蛋球場 那 這個球場 就沒有風向沒有天氣了 所以對雜牌來講其實 反而比較 怎麼樣 反而比較吃虧 為什麼 雜牌就是看天氣來換 那對單年度來講的話加成是夠的 來看一下 草謝哥 他帶的是97年米克森 LM滑球 然後他開的是強化 也就是說 一個 一個 45度角 跟一個橫向 的這個 球種 都算是有強化特殊過的 喔這球其實推得很漂亮 風哥沒辦法吸到 這球如果是雪天的話他可能有機會吸到 好 好所以呢 MD團長 在一局上半 有擊出安打 一人出局之後站上一雷 接下來輪到是金卡 永遠的 中華隊的第3棒 喔這邊 哇靠 這也太慢了吧 這個 這個是 我個人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他這球應該要做一個 跑帶打 但是 是怎麼樣是空白鍵還是W鍵壞掉了嗎 我覺得這個操作 可能是 打完比賽要去換 要去換鍵盤 你知道嗎 如果說你有缺鍵盤的可以找我 我在鐵修樓的部分呢可以給大家很大優惠 所以我覺得剛剛這球 哇這球很高很遠 曹祐寧 這麼遠的距離對曹祐寧來講感覺很輕鬆耶 真的是蠻輕鬆耶 在拳力打牆前 這就像是一個 這就像是我在手中外的感覺一樣 有一個草上飛的感覺 只要球沒有出去 幾乎 都能夠追得到 為什麼會有 同一個賬號在聊天室調情 追愛老公了 恩追愛老公了 恩追愛老婆了 你們兩個不能用LINE嗎 還是你們兩個不能自己用電話聊 鐵修樓試駕大家 不自己網路查喔 馬克 你自己打個鐵修樓滑鼠墊就好啦 好 再一局 雙風 都沒有得分 那有一個很深遠的飛球 但是沒有出去 來二局上半 那一樣 米克森 LM滑球 好 好三陣的第四棒的黑卡 接下來輪到是 中華隊 他放DH15年 柏龍大王 明年之後可能就看到王 明年之後就看不到王波龍了 他就去火腿隊 那希望能夠有很好的表現 我很少看到在全民打棒球 連續 幾年 14 15 16 14沒有 1516 1718 他連續四年都出紙卡 這很強 非常強 但是 僅止於此 因為他離開台灣之後 他就沒有卡片 那反而對於 對於Lamigo來講 他的中外野 我覺得對詹字瑤來講算是 詹字瑤來講的話算是比較 有上場的空間 那 這個 可是打線來講對Lamigo 可能會有一點點損失 但是得到很多錢 得到滿球數了 外角的 LM滑球 完全揮棒不及三陣 08年 中華隊 這也是時代眼淚 各位08年的卡片 現在幾年 現在已經10年了 2018年08年 阿福也即將 阿福是不是被釋出了啦 今年打完之後被釋出了 喔一個很漂亮的攻防戰 這球打得非常 Timing很對 然後二雷手一直推推推推推 OK Nice play 沒有啦 到時候你們要買鐵修油的東西的話他 會有商城的連結 你們直接到網路上買就好 外角的阿福滑球 外角的阿福滑球 以前曾經有一個次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歷過 以前的阿福滑球 有我記得在甲族聯賽的時候 那個時候幾乎 阿福V滑真的是那時候超強的 大家那時候都在收阿福V滑 在雜牌的先巴頭手應該都是帶阿福V滑 那後來就被改落,改落之後呢就GG了 我記得以前阿福那個時候在比賽的時候 是不是有喊到6000還是7000的這個價格 好像有 喔這個timing不錯看起來很深遠但是有看到點點 OK 這站在全力打牆前跳起來 是是是有看到點點 好,那現在輪到的是捕手 他做的是跑者殺手開安打大師 白德穩 然後 在三局上半 曹謝哥就把他的米克森換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對的 為什麼?因為 感覺 感覺先巴頭手米克森的 的這個 體力喔有 稍微 減弱一點 球位也有 減弱 所以他在這時候換下去我覺得蠻正確的 喔這一球 哇塞 這完全 掉到 RF滑球 接下來輪到士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金卡 神傭機 中華隊 對 力量超上 真是不簡單 鐵修羅 鐵修羅 滑鼠墊換簽名照加我的周邊商品 這樣對你來說算虧嗎 你 我覺得是你賺 你大賺 你知道嗎 全台灣你知道有多少人 有我的簽名照嗎 我告訴你 只有一個 你是第二 你說你賺我賺 你超賺 稀有 非常的稀有 OK 這時候 MT的團長 把這張 陰天 很強勢的 這個雙手 84年裝聖雄 老裝 蝴蝶 特殊這次特殊球種 派上來 開Z強化 沒有錯 好要對到士二壘有 這個最好的潛力啦 明星手背 跳捷手背 康雷 這球 這球 外角 點放 結果硬拉 三壘 輕鬆接到 傳一壘 有沒有 像我這樣子 Machado 各位我就是一個 Machado 接到球 速度之快 好現在打擊的是18年的新卡 這張卡片 其實一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 會用轉讓券 或者是 去轉到這一張 然後 擺在商城來賣 但是 我不是 我是不知道現在降價了 因為 因為隨著 直卡轉讓券 還有EP可以在寶石買到的話 我是覺得 那個 我是覺得 這張卡片的價格應該會稍微 稍微弱一點 好這球中間方向 中外野手 喔 這球他 是不是有機會 撲 可是他 沒有撲 可是如果他一撲 二壘跑者會上三 所以他選擇了不撲 好那不撲的話 那你現在 他又再換頭手 換上是01年 這個已經跑步 已經跑步 不知道保鮮哪裡的張志佳 對上黑卡廖米熊 廖米熊是 在貝特茲出來之後 雜牌 就是 會選擇廖米熊 中外野 為什麼 超吸呀 哇 但是這邊V2 速度太快 壓制到他了 所以 阿米熊被上陣 接下來輪到是 一起了 喔這球Timing很棒 可是呢 打高了 這可能是一個 A拉 好所以 有得點圈 上去但是 沒有辦法打回來 所以目前還是0比0 然後現在呢 是金卡 這一張 RF滑球 分格斯 特殊支持特殊球種 然後呢 其實其他球種也不錯 因為有V2縫跟強化直插球 所以這張的金卡 小隻玩家一定要必備 然後用 如果用這一張 我覺得是 蠻推薦的 可以跟我換簽名照 加周邊上面 可以啊 我不是答應你了嗎 我不是說OK了嗎 滿球速 好這球的Timing 太早了 二雷 二雷滾地球 我好懂 去挖博可以買到我的周邊商品嗎 我周邊商品是垃圾耶 被嫌的要死 你要 你決定你要買垃圾嗎 好這個時候再換 分格斯換下去了 好換上 郭勇志 防波堤 紫殺球 加上S曲球 擊上 所以郭勇志其實我覺得 算是一個晴天不錯的救援頭手 然後呢 新龍牛 這個 這幾個月又多了那個高精成武 所以我覺得牛牛大爆發了 好這個富邦有贊助是有差的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希望 中信兄弟有一天能夠贊助紅心辣椒 或許他贊助的話 我整個王聖偉 還有我的這個 那個王威城 通通都會回來 對不對 然後再把李正昌明年再灌一張 灌水灌一張紙牌 那我覺得整個兄弟 中信兄弟的話 我就推薦大家一定要組 喔這球推得好漂亮喔 100分的Timing 這完全是100分的Timing 完全接不到 好那兩人出局 安打 彭正銘擊出安打 那現在 必須要面對的是 黑卡 欸這時候就要暫停的是 投手要換了 可能 因為有危機了喔有危機馬上就換 喔果然換換上兄弟像 武士 林甲 增田玉貴 紫殺球那要看一下那個 MD的團長會不會打紫殺球 支架一個多少錢 我想買兩個一個做紀念 OK 好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500 兩個的話算你599 這樣會太貴嗎 我外面支架是賣200 不好意思 那一個200 兩個299 喔 關鍵三陣 這球一個高角度的 High Facebook 掉到了 來四局下半 雙方目前兩隻安打 感覺這檔比賽 我覺得可能要到7局以後 才可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勝負出來 對沒有錯 那花花在改成那個 手背型 然後呢 潛力 恰恰的潛力 再幫我改 飛撲 我跟你講那中心兄弟我立馬出5萬 立馬出5萬 這球的timing有安打大師 但是 中間手對曹宥霖來講啊 這是 非常簡單啦 小草池 吊蝦池 小草池 好更外側的香腸直殺 選球不錯 好這球 喔這球 OMG 哇這球小草 這就掉到那個 池外啦 因為他可能沒有做一個 後退手背 那這球呢 其實是壞球 可是問題是他的 timing是非常正確 所以有的時候的 在室內場的話 到底是縮光好還是 還是放光好 目前看起來我個人覺得 在這個版本來講 120的版本 我覺得就是 放光 在室內場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現在郭里劍夫換上來 要面對的是雷騰 郭里劍夫要開西牆化 就是螺旋球的部分會 有點 OMG OMG 炸裂 白狂 這一球 送給了左外野的 觀眾們一個大禮 兩分全力打 他說 SIA 團長說 SIVA 兩分蛋 吹兩下 然後保險 BOSS找謝哥在4局下半 雷騰 炸裂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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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打死蚊子的 的腳啦 我剛剛喔 我一個這個有沒有 我剛剛這個鐵砂掌 一打下去蚊子剛好 他的最尾端 死在我的手掌處 各位有沒有看到 來 有沒有看到 手掌處 剛好蚊子的最尾端 死在我的手掌處 我為大家示範的是一個鐵砂掌 而且重點是什麼 這隻蚊子還沒有吸到我的血 所以我就在他要吸到我的血之前 我就先把他 殺掉 厲害 好 五局上半 MD團長的反攻 看有沒有辦法去突破到找謝哥 我殺蚊子會見PTT嗎 喔 反攻喔 吹起反攻的號角 叭叭叭叭叭叭 陳金鋒 中華隊陳金鋒 安打上蕾了喔 接下來輪到是這個 84年巨砲 游擊手 無複聯 連 喔 連續投了三個壞球 有點閃啊 他真的也是怕說喔 就是 被鋼一個兩分蛋 哇 這球猜到了 有點遠啦 有球點 有點點點點在牆上 可能會掉一分 但是二壘的跑者闖三壘 闖三壘有沒有機會 OMG 哇 在三壘無複聯有沒有做一個動作 Oh yeah 各位 五局上半 目前先追我一分 而且一人出局之後站上三壘 一個基本款 如果我是團長的話 我這一棒我直接換出局大師 喔 這一分一定要要回來 喔 這是 這是這個最基本 在五局先把 比數先追平 可是他用單元度 他會不會換 星星卡補手換掉 他還有補手嗎 他的141或21還有補手嗎 有 他換了 他換上 12年擁有初期大師 那這個時候 喔 吼 曉謝哥 完全洞悉 他K他 他K 把初期大師K上去 他說 不願意給你醋啦 那現在 那現在 有點尷尬 又叫一個暫停 應該是 會不會再把這個 陳庸基 再換初期大師勒 如果有的話 那我佩服他 沒有 補手換高志剛 然後把投手換回來 換成林一豪 那 曉謝哥 最大的志願 就是一個雙殺 然後 現在投手是高精乘武 那 MD的團長 有沒有辦法 打到 這球要點下去了 但是這球其實是壞球 這個瞎點 哇這時候要點的時候一個速球進來 大膽的 內角R速球 165.7KM 直接閃爭 那現在靠安打了 第一棒 14年 國際代表隊 當家中外野手 Mr Tao 哎呦 夭壽 這球怎麼打 高精乘武出來之後 新龍牛隊 大爆發 我是不知道你們 煮新龍牛的 玩家 是不是有在當周 至少 除 5000塊錢 我跟大家講 這個高精乘武出來之後 你們不給 紅薰辣椒5000塊錢 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是辜負他的好意 你知道嗎 好找些哥守住了 守住了 其實 這是一個單年度的 算是 比賽中 有 虧的一點 他的 觸及大師 再怎麼帶 可能就是一張 甚至最多兩張 不然他的單年度完全拆掉 可是剛剛這個狀況 好在這個5局 上半的這個狀況 如果 他有兩張觸及大師的話 或者是說他的 總教練訓練有觸及大師的話 其實 他應該是追平 所以呢我只能說 單年度來講的話 有一點點吃虧啦 像我個人 我的帳號裡面呢 就擺了差不多 8張觸及大師 我就從第1棒 觸及到第9棒 第9棒再靠個職員 1到9棒 通通觸及大師 那這遊戲還要玩屁呀 各位 你有看過一個棒球遊戲 從頭到尾都在 觸及的嗎 你有看過一個棒球遊戲 是可以從 三壘 飛不到 左外野的嗎 對不對 對你有看過一個棒球遊戲是 你可以人貼到牆裡面 還算 奧斗的嗎 沒有看過 唯一看過就是這個 亞洲No.1 線上棒球遊戲 全民 全民觸及 觸及大師 扭及總共 好 超強 喔 這邊這一球打得好漂亮喔 游擊手是完全沒辦法接到 這個timing是非常漂亮的 那沒有人出局 火哥上蕾囉 而且只差1分 喔這球 哎呀 壓制到 其實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剛剛那球如果他 如果恰恰不要縮框的話 會不會整個結局是不一樣 因為恰恰他們是打擊超上 那剛剛那個縮框感覺有一點點擠壓到 好啦這是一個伺候論啦 但是如果說以這個打擊超上的話 我會選擇放風 因為我個人是處於這個 我個人是處於就是 主播加賽平 然後加玩家的角色 這球 看起來 好像是奧斗 可是為什麼輕輕鬆鬆的上蕾 我實在是搞不懂 好那就是這個遊戲 這個一個遊戲之所以 大家沒有玩家 就是他太OP了 就是一個爆發力 爆發力 黑卡零次勝 哇 連3K KKK SOSOSO 好 六局上半 兩人出局 得點圈有追名分 要小心黃波龍啦 這時候早些哥投得很開呀 一直用C強化想要騙他 哎呀這位高彈跳 喔喔喔喔 好好好好 挑戰掉米兄的傳球 哇 這個高彈跳打得漂亮啦 二壘手 完全沒 沒辦法接到 這就算接到的話 可能 可能這一分也保不住啦 好 所以在6局上半 5局6局 MD的船長 各天的一分 然後把比數追平 好那現在呢 這個感覺在這個中段的部分 中段的部分 HING 有一點點喔這個 回穩的感覺 這個跳街 夠水準 老闆我好有騎你每次跳書耶 頭瘋狂的咬不會頭暈嗎 我以前在 我以前在走跳夜店的時候 是有練過的 我以前是有練過的 左邊商品你可以選嗎還是隨機送出 你不是已經選了嗎 我外國的朋友啊 scheyenglish Ibos you look like 偏暈漾 偏暈漾 偏暈漾是什麼東西啊 哇這球timing好棒喔 看起來是接不到了 這太深遠了OK 跑者都跑 哇這時候傳三壘 傳到三壘的話呢 還有將近快78個慢斗 這樣下來呢 ERROR 哇塞 狠狠尻了成功記憶拳 但是在遊戲裡面其實他是不會痛的 哇這個一個 三壘安打 除了帶有打點之外 自己也有可能會回來 好這個時候各位注意啦 看一下雜牌初級大師 到底是怎麼用 那這個基本款我覺得 林志聖 絕對是換初級大師 他如果百分之兩百沒有換的話 我直接自函拳頭 這太重要了 這一定要換初級大師 他尤其 對不對你看 是不是 哇各位 我真的幹你們老師 一次換 換三棒的初級大師 各位這太扯了 這個對於 HNG來講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對不對 你就算保送我這一棒 我後面還有兩棒 有種你就 觸擊 給我倒送兩個 好 所以你看他完全 不考慮了 直接塞進來 好這一棒 直接回來 那不囉嗦 接下來你看這個威爾森 又是兩棒初級大師 哇而且這個做一個說框 他不是觸擊大師 他是 巨砲 威爾森 OMG 哇這球 不觸及了 直接轟到這個 茉莉圈前面 哇 這個 開名齁 非常不錯 看起來整個氣勢是打出來了 好那現在又是輪到了 到底是 觸擊大師還是 是巨砲勒 喔這個 啊看起來這是一個三陣鬼啊 喔被三陣 好那叫了暫停 是把剛剛三個初級大師 全部再把他換掉 我太了解了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雜牌 好那凱薩這邊九個球 他會換頭手嗎 我覺得可能會 頭手應該會一起換掉 喔沒有換 好 補手換上POSE 二雷手放上是 索莉安諾 那他還是用凱薩來繼續投球 啊可能等一下一有危機 凱薩就可能要下去拜拜 好有人 AAC85 852說齁 觸及大師真的撲不到嗎 我跟大家講 撲得到 撲得到 但是要看你點哪裡 要看你是點哪裡 因為 所以 我個人 在打王中王 中區的比賽的時候 喔這球很漂亮 哇這完美timing 左愛手 游擊手都跳不到 我個人在打中區比賽的時候 我有一球換上初級大師 但是 點的 沒有很好 然後直接被捕手 往前飛撲接殺 所以 是 是 接得到的 是接得到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 你用初級大師 你點的比較靠邊線來講的話 或者是 往投手方向點過去 應該 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 喔這球沒有辦法接到了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欸 這時候二壘跑出去 哇我的媽呀 這個跑壘 喔太關鍵了 哇這時候找些哥 一定是在 在後面笑哈哈 這笑三聲 大笑三聲 哈哈哈哈 哇塞 這個 他不信任自己的安打 然後呢 二壘的跑者 不敢推進 龜縮回去 但是一壘的跑者 他又不控制 他又沒辦法控制 他又跑上二壘 啊兩個人在二壘前面 你看我 我看你 哇各位 這太關鍵了 這個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 這個play 最關鍵的部分 在於哪裡 在於他的鍵盤 在於在他的鍵盤 沒有怎麼樣 沒有換成鐵修龍 所以呢如果說 HING 這樣比賽輸掉 沒有關係 下次第三屆 股東盃的時候 第三屆股東盃的時候 那你在要比賽之前 先跟我 來購買一個鐵修龍的劍 好不好 哇你看整個氣勢不行啦 現在整個氣勢是偏在找謝哥這邊的 好 沒有人出局 又打出安打的是 貝特茲 RF第八棒 那這個第九棒 瘋哥 好 好這邊做個到咧 喔而且 剛好入框 欸 啊 又沒有吸到 啊 這個是曹佑寧 其實夠吸啦 他 有多吸 他大概是32吸 可是問題是 真正 如果剛剛那球要吸到的話 大概要像廖米球 34 36吸 大概是可以吸到 他剛剛34吸 沒有辦法吸到 好 就差一點點 那現在 找謝哥看起來應該 有機會 形成個大集 這邊做個到咧 唉呦 普手高制鋼 這球很快傳出去 沒有上咧 好 兩二兩塊 哇 哇 哇 成獲文翻滾 厲害厲害 哇 這個時候 各位 鄰墓一郎 又是觸擊大師 哇 塞 那 一三雷 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人 一定點啦 短棒比出來 好球點下去 哎呀K頭 哇生氣氣 成怪魚上來K頭 生氣氣 那這時候 這時候怎麼辦 還有觸擊大師嗎 這球如果還有觸擊大師 可以再換啊 這個一定要再多個幾分進來啦 因為一雷手的話 其實還有非常多雜牌可以用 好看起來沒有觸擊大師了 沒有觸擊大師了 好 哎呀這球急了 好 兩好兩壞 來要拚三陣啦 啊 這一球關鍵 這球關鍵 一個大局的機會 變成兩出局了 滿雷 那叫了暫停是誰 應該是投手在換 換上一零零的 許明傑 欸 強化滑球 R速球 Xman 神卡 其實許明傑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在中華職棒滿傳奇的人物 這球 OK 二壘手 林志聖 接到了 我怎麼說很傳奇的 因為看到一個人是 奪下了中華職棒救援王之後 就消失 聽說去做防重 可是你有看過在中華職棒奪了救援王之後就消失嗎 我也是覺得滿傳奇的一個人物 Xman Xman 沒有沒有當初 那時候 頭出去之後 Xman 超帥 然後留一個小鬍子 那時候我真的滿欣賞他的 好 八局上半 差兩分其實不多 那現在壘上有人 然後呢 面臨到的是今天 喔 說了三句 所以所以所以 喔 所以的黑卡 林志聖 如果拿個兩分蛋的話 喔 那我個人覺得啦 這張黑卡一定要把它升成七等 好這時候不囉嗦 劉一船 直接換上是林英傑 三毛曼曲 可是呢 一上來不投三毛曼曲 一直投強化Fuck 這麼想Fuck他 好有人問到是雜牌為什麼加成 我跟大家講一下 喔 各位 你們有時候Follow一下官網訊息 現在全民打棒球已經改版到 雜牌 也有雜牌的TC加成 喔不要再問了 好不好不要再問了 喔雖然說有些新手 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能問 但是 有的時候你玩這款遊戲 還是要去Follow一下官網 OK 啊是做工廠的喔 喔 那防重啊 防重是那個何季賢啊 何季賢啊 喔 所以他是受傷被釋出喔 很可惜啦很可惜 這個 X-Man 每次呢 偷完之後有沒有 X-Man 超帥 好 現在八局下半喔 哇 這球 呵呵 timing 非常棒 但是手臂員的狂非常大 所以根本不用動就吸到這一球 好 那這個是替補的PoSy PoSy上來 嗨 SONE 雖然我沒有玩這個遊戲很久 可是看台台玩我就很開心 謝謝啦 謝謝啦 你們不嫌棄啦 開台 其實就是如果晚上沒事的話 就來看看台啦 看看人家比比賽啦 其實也算是一種消遣 那你也可以就是跟台主聊聊天 喔這球好高好遠會不會打到球頂 不會喔喔喔喔喔呀 界外 好一個慢曲進來 兩好球 哇這球他是想要偷輸啊 不然為什麼這個好球的S曲球竟然沒有揮棒 應該是做個縮框 好來九局上半 MD團長最後的反攻機會了 是從 第 六棒 陳金鋒 今天有安打的表現 哇這球退出去 二雷手啊 沒有辦法撲到 不是撲到沒有辦法跳到 哇這又是一個 沒有人出局 安打 看起來 MD團長在九局上半 他想要拉尾盤啦 他想拉尾盤啦 這場比賽我沒有開放預測喔 抱歉抱歉抱歉 啊對我忘記了 忘記了 抱歉抱歉抱歉 來各位 那我們來 現在開放一下預測喔 你覺得這場比賽 誰贏誰輸 然後呢 比數大概是幾比幾 喔給大家一秒鐘的時間開放預測 呵呵呵 呵呵呵 那中選會喔 票都快開 比賽都快打完了 開放預測 是有病 我真的覺得這選舉 亂招招 你們還真的有人預測 哇 這個外角的 勞伯 RW二縫三陣 好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 MD團長他 要考慮的是 他到底要放框 還是說框 這就說框 哎呀 不同的結局啦 其實這球timing不錯 可是說框 他補守高志剛 他就不是炮 如果剛剛那球是放框 是不是有可能是一個UI的安打 不知道 一切是結果論 但是 他選擇是說框 所以結果對他來講 是並不好 好啦那現在 他遇到是 炮 成用機 那是說還是放 我也不知道啦 來 那這時候 再換投手 因為他 這局守住了 所有投手 一定要請朝而出 就像是 蟑螂一樣 喔 只要是 那個最強的 全部 一個人 一個人就換一個 一個人就換一個 喔 這球 看到點點啦 哇 這球在缺打牆前 當點連看到的時候 H MD的團長 真的說聲 各位 好啦 那最後找謝哥 就在這個 全力打牆前的 夢寧券 大家起力 喔 收東西 準備 出球場 搭捷運 搭公車回家 那找謝哥 九局 驚險 驚險的 4比2 贏得這場勝利 然後呢 停進到8強 好那我們就恭喜 找謝哥 那就 MD團長 GG 在8強止步啦 那很可惜喔 沒有辦法 停進到8強 8強以後就有獎品可以拿了 那謝謝他的參加 那我們把戰績稍微填一下吧 如果剛剛那球出去的話喔 那個整個狀況會 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其實棒球 棒球 不管是遊戲或者是 真實棒球來講我覺得 最神奇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 每一個play 好就像是 各位你看其實我打 王中王 九局上半兩人出局 克天 克天 然後呢被打一個 陽春彈 這是命 所以我也是認 這是命 就是 你可能註定 註定這場比賽不是你 像剛剛這一球 MD 其實 如果出去的話 那整個感覺又是不一樣 所以只能說他就是 可能 這個這場比賽 不是他的命 好 早謝哥 4分 然後呢 MD 2分 所以早謝哥 第2位 挺進股東盃的8強 好現在已經出來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5個了 5個8強了 接下來下一場比賽 是 第20組 SWAT 庫里有時候要對到空白鍵啦 好這場比賽 誰贏的話 誰贏 誰贏 恩 就要對上 LMGCH 那 如果以實力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 蠻有可能的 蠻有可能會挺進到4強的 好 我比較看好的是 我比較想看的是 HOMG 對上火箭 Q懂這一組 喔你可以看到是 在 HOMG的部分 他是 唯一目前 有一場是11分的 第二場也有7分 所以他是一個開大分的一個 一個選手 那 當他對上的是 Q懂 就是整個雜牌 這個 全雜牌的陣容 他有沒有辦法去突破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 蠻 蠻好看的對戰 而且就算啦 他贏了Q懂 他可能也會 對到 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早謝哥 也可能是 RB HAN 那如果遇到我或早謝哥來講的話 都是雜牌 所以接下來 HOMG 他對上的是 就是幾乎是 全雜牌的陣容 然後反而是 上面 上面我來分析一下 安仔接下來要對上是 CHL 跟彩虹 吧